另外国内疫情严峻 正当大家在全力落实防疫措施的时候 花莲在地多个LINE群组 却流传出对花莲市长 为加弦恶意重伤的假讯息 对此市长也表示 已经透过社群网络 向大家呼吁不要信谣言之外 也请大家在接收讯息的时候 一定要先行的求证 以免因为散播不实的谣言而被开罚 日前在网络LINE群组出现的 花莲市某公庙有确诊足迹 还提到是花莲市长魏嘉贤 传出来的讯息 另外还有一则讯息 则是指称市长已经宣布停课 这两则不实的讯息先后传出 让市长魏嘉贤 受到不少人打电话来求证 让他很错愕也非常生气 LINE的一个群组里面去传说 为市长宣布停课到6月8号的一个消息 那我想这个消息他跟我来做求证 那马上跟他驳斥 这个绝对不会是我来宣布的 那绝对是县政府 但是这些事实都是假消息 那我请朋友马上立即的跟那个群组的人 来做相关的一个澄清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恶意的 因为大家都在做防疫的同时 居然有人拿这样子的事情来做 不论是玩笑也好 还是恶意散播讯息也好 这都严重的处罚了 那我们也有联络警方 请警方来做相关的调查 那也再次要提醒我们所有的相亲朋友 那其实讯息的流传速度非常快 但是一定要证实是不是假的消息 那也不要听信别人的谣言 那也希望大家都要做好自身的防疫 市长表示现在是文艺色变 人心惶惶的时期 有心人士刻意作为会造成大家恐慌 他已经通报警方处理 也呼吁大家不要再随意转载及流传 否则会涉嫌触犯传染病防治法 最高可罚300万元 如果想知道正确的相关讯息 可以上市工作的官网脸书来查询 借徐丽群华联市报道